党政焦点 国民党立委傅昆奇振振前日前都卷入了性骚扰风波 国民党在昨天表示 由于调查之后查无实据 依法将全案喊请主管机关也是北市劳动局来处理 民进党立委范云痛批是可笑又可耻 看到傅昆奇就缩手 而在今天傅昆奇也亲上火线回应 表示尊重党的调查结果 但是劳动局截止到中午还没有收到国民党提交的相关资料 我想今天有一个清楚的调查 如果哪一方可以不服尽快的诉诸法律 遭指控性骚后首度露面 傅昆奇一切坦荡荡 资深媒体人日前指控他时任花莲现场时 曾对他摟爆新闻性骚扰 但经过40多天国民党表示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而且查无证据 将韩晴北市劳动局处理 而政政前日前也遭南记者指控 在一场聚会中做出性暗示 国民党同样查无证据 国民党一直都是站在落后跟拖累 他还是持续停留在那种 我就是不做啊 我就是我就是包庇啊 范云通逼性骚的法律要件之一 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践踏受害人的伤口根本宇宙极笑话 当事人也发文表示 即使有多位目击者作证 最后人得到查无实据的结论 讽刺除了佩服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但傅昆奇却把矛头指向阴谋论 NCC陈耀祥趁乱当中 就是为了让禁电室能够上架 执意就是强力监督NCC跟禁电室上架 才会遭抹黑 更要民进党先为Glass跟随护婚外情致歉 而兰尾同意时间 本来要陪同理性随护的原配 召开记者会却突然取消 因为周豪姐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对她放话来对她施压 然后希望她撤告 迷途事件再到桃色争议 以为2024选战掀起巨大波澜 记者欢迎冯浩宇 张元杰 台伯斗